在法式的引領下 金融市政府名政處長王餘生 代表進行戰錯遷出儀式 這裡是金融市藍農公墓納古塔 由於限制將擴建生命點場館 因此在納古塔拆除前 塔內的一萬三千多個骨灰潭 及四元堂的四千多個林衛牌 將暫時安奉在火化區前戰錯區 金融市政府方面 6月10號特別舉辦戰錯遷出法會 而在疫情嚴峻的情況下 為了避免群聚 整個法會改為在金融市 殯葬管理所官網線上直播 不開放家屬共同祭拜 那原本我們是要邀請親屬來參加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今天改用線上的方式來辦理 那在這邊也跟所有的家屬道歉 不過我想這部分我們都全程有錄影 那今天的所有的戰錯 這個營臨的工程 基本上會將納古塔所有的骨灰潭跟骨骸 以及四元堂的這個排位 會暫時先放在我們火化廠前面的戰錯區 那預計到我們開始施工的時候 這段時間都會放在這個戰錯區裡面 那我們會按照所有的一個編號來好好的安置這些骨灰潭跟骨骸 戰錯工程與簽出作業將同步進行 預計11月完成 由於戰錯區現場空間較小 將只開放家屬在區外祭拜 這部分在整個新建納古塔完成之前 我們會在那邊戰錯區讓所有的仙靈的骨骸潭在那邊好好的安置 那未來如果要祭拜的話也可以到戰錯區來祭拜 這個絕對沒有問題 至於生命典查館工程部分 則預計在9月份發包新建 如果一切順利最快在民國114年完工啟用 整個主體工程預計在今年9月如果順利發包的話 我們就會進行第二階段的這個新建納古塔的拆除 那整個拆除之後會在原址建立新的生命典查館 預計在114年會完成 那屆時所有的仙人的骨灰潭也都會有新的地方來做安置 我想這個部分是今天我們也辦這個法會的一個意義 記者張啟燈金融報導